好 各位觀眾區 對來關心备戰2024總統大選 民進黨總統參選賴清德的副手人選是備受關注 而今天上午國民黨立委陳以信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他也針對了這個副手的議題做出了質詢 陳以信就詢問了這個吳釗燮 他表示呢 這駐美代表蕭美琴有沒有可能回到台灣來擔任副手呢 而吳釗燮就表示說無法回答這樣假設性的問題 他也沒有收到相關的指令 雙方甚至為了這個議題呢 在質詢台上是吵了起來 但你來看一段稍早的質詢畫面 問你說現在台美關係很重要 駐美代表很重要 你也當過駐美代表 我們的駐美代表蕭美琴 會不會離任回來參選副總統 我沒有辦法回答 你有沒有準備人選就知道了 我沒有辦法回答 你沒有準備人選 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沒有人告訴我這個議題 所以你沒有準備任何的人選 他不會回來 沒有人告訴我說他會回來 或者是不會回來 那如果他這個 你有準備人選 我們就知道他會回來 你剛剛一直在跟我談選舉 我現在就跟你談選舉了 你又不回答了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假設性的問題 你叫我當外交部長 我就當外交部長 我哪有叫你當外交部長 我沒這個資格 但是我要問你就是說 我在這邊叫我當外交部長的 這個方式來回答你 我就跟你回答 好 那我就問你嘛